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的养花问题 听个臭宝说你看 肥料收到了 太好用了 算成谢意 开心了臭宝 挣你钱了 不用说谢 买的东西觉得不错就行 他说这个养的冬龙花的叶子 你看这样咋回事 这就是黄化病啊 基本上植物都会生黄化病 就跟人一样 基本上是人的话都会贫血 是一个道理啊 可以用繁肥水再用一点杀菌药 好吧 下个臭宝说 请问桂花出芽就黑了咋办呀 能拍个整体吗 你光给我看下边 植物有顶端有似的 下边黄你管它干啥呀 对吧 你结婚了 你前女友咋的咋的了 关你哪智啊 你过来看整体啊 然后呢 我给出的建议是 把表面的盆土先挖出来一部分 把你的花盆稍微垫高一下 下回在提问的时候 拍个整体的照片 下个皱宝 白色的小棉絮 粘在手上 这啥玩意 戒窍虫 也是话我们说的戒壳虫 找个不用的牙刷 或者是用你大臭子的牙刷 拿起来 噜噜噜给它刷干净再打药 随便打点沙虫药都能灭 但是你要不刷它的话 它身上有个壳 知道吧 打了药打不进去 懂这个事就好 下个皱宝 帮我看啥情况 好嘞 新发的叶儿露天的 这种感觉是有红蜘蛛啊 你看看叶子背面有没有东西 如果有的话用水冲 冲干净之后再打点沙虫药 都可以找客服去要药啊 下回这时候 你要拍个完整立体的照片过来 这样看只能看到有点红蜘蛛 其他看不着 下个皱宝叶子卷 咋回事啊 新长出来的叶儿卷 它又不是老叶儿卷 小时候都给你长不开 长大了就开了 明白了吗 想挺好啊 注意别积水 欧根就可以了 别的没啥 继续发扬你的传统 这就是新叶儿不舒展 慢慢就开了 下个皱宝的月季 咋的了 每天都浇水 你每天都浇水 还在用那个黑斑病的药 为什么要每天浇水 咱能不能不干不浇 干了再浇 干透浇透 能不能 你天天浇 天天浇 你看啊 人跟植物呢 你放慢三十倍 人放慢三十倍 它就是植物 你这就相当于啥呢 一天喝三十壶的水啊 一天让你喝三十壶的水 你说你腻不腻 烦不烦 讨不讨厌就完 我大柚子一天让他喝三十矿泉水瓶水 我的天哪 没事我再给他吃点药 你觉得能行吗 控水 先控水哈 下吐宝 等下回干了再浇 还是继续用药 别的没啥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 千万为止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老花最在意 白了是不